另外在英哥区也有一座土地公庙叫做福星宫 不过它是兴旺的兴 而且在庙里没水没阳光的神像柜里 竟然长出了一颗植物 庙花人员表示 在农历年后整理环境的时候 发现供奉百年从未移动过的十颗土地公神像 竟然长了一颗植物 日前更长出了心芽嫩叶 让看过的民众都嘖嘖称奇 英哥同庆里的福星宫 供奉着一尊百年历史的十颗土地公神像 在年假过后 庙方人员整理环境时 却意外的发现土地公身旁 竟然长出了一颗植物 还冒出了心芽嫩叶 年底来的时候 外地来的拜拜很多 我觉得说我们特别注意 也奇怪现在土地公今年来 跟去年不一样 日常来的时候发现 在那边有一棵小树上来 庙公王武雄表示 土地公神像从来没有移动过 就连清洁也只是整理玻璃和桌面 而咸像柜里没有水没有阳光 植物能够生长发芽 也让庙方人员一头雾水 直呼不可思议 很神奇啊 它这个没有水没有阳光的地方 在玻璃柜里面 它能长出这样的东西很奇怪 我们现在看的目测 就是知道是从那个土地公 它身边那边长出来的 不只是神像柜 就连庙门正上方的瓦片 也长出了一株小植物 让人嘖嘖称奇 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英哥福星宫 一直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植物和神像共生的神奇景象 不但是街坊邻居讨论的话题 更让人见识到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新北新闻总和报导